欲知山中事的下一句 欲知山中事的下一句是虚问打柴人 这是一句谚语,出自曾广闲文,意思是想要知道山中的事情 那就去问在这座山中打柴的人 引示为想要了解某个领域的事情,就要去问对应领域的行家 曾广闲文又名古今闲闻,西式闲闻 是中国古代儿童的启蒙书目,其内容十分广泛 从理、道德、典章制度到风物典故、天文、地理几乎无所不寒 文中强调了读书的重要,效益的可贵 其中一些谚语、俗语反映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形成的勤劳朴实 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,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